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时候包括小三一些新闻会被爆出来呢 譬如说这几天震撼国内政坛的 已经叫前交通部长吧 OK 李孟燕 那他有长达十年的婚外期 那当你看到媒体里面 当有照片出来 甚至有一些比较亲密照 大家会讲说 是这样吗 而且十年了到底谁爆出来的 好 亲密照一般来讲 就讲说可能是这两个人有 但一定是这样吗 是小三爆的吗 小三觉得说你最近冷淡了我 然后我就破罐子破摔 大家鱼死网破吗 或是甚或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纠葛 甚或一些其他的一些纷扰 在这个里头造成这样吗 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反正小三你就是跟我在一起 好吗 你就永远不出声的 可是如果真的发生像这样子的话 你承受得起吗 来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从这个案例一路往下看 让你知道有多心狠手辣的小三 来 一开始给你介绍 周二边第一位资深梅田 许深梅 大家好 资深狗仔小哥 小哥好 大家好 谢谢分析专家吴慧明 吴哥好 大家好 律师梁家瑜 吴哥好 大家好 来 顺梅 这次的事 好 那事实的经过 大概跟大家讲 尤其是这里头到底 那个猫腻在什么地方 这位交通部长 只做了92天 所以他已经请辞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他在做交通部长 第91天的时候做什么 那天他把媒体记者都找来 然后有一个很愉快的餐序 然后就跟记者聊他的家庭生活 然后他就讲说 他跟他的太太 他家庭的关系非常好 尤其他自己本人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需要去打胰岛素 意思是说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他说我太太好心疼我 这是他在做交通部长第91天 那第92天的时候 PTT上就出现了这个照片 那这个不是心疼他的那个太太 是另外一个人 而且是小三 你不觉得反差很大吗 前一天还在讲说 我太太跟我感情有多好 他多心疼我 第二天这照片就来了 而且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 是亲密照吧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怀疑是因为 这照片登上去之后 李孟严就请辞了 不是亲密照 如果前面也有官员说 那不是我啊 记不记得那个 现在还在出国身照那个 他不是说那个人不是他吗 对不对 搞了半天 还什么身尾设计都不是 这个照片一出来 他立马就跟从头请辞 而且就立马请辞获准 所以现在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但是这整个婚外情事件 帮大家爬梳一下 小三哪来的 谁啊 而且这个照片 刚刚大家都看了嘛 这个照片只有李孟严跟小三有 对嘛 李孟严不会白目到给人家看 对不对 那这照片是怎么流出去的 大家就开始去讨论 先介绍一下这位小三 原来呢 这位小三是从福州嫁到台湾 他今年49岁 他有一个27岁的女儿 他之前是因为在大陆认识了一个台商 他们就结婚了 然后在台湾生活也有台湾的身份证 然后这个小三其实蛮努力的 为什么呢 他之前就在台南工作 外传 外传他曾经从事过八大行业 但是没有办法证实 甚至于说他在一个泰式按摩店工作 但是店家也说不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只知道十年前 这一位张小姐在台南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当时在台南市政府担任水利局局长的李孟业 然后根据这个PTT上的爆料是说 小三很可怜啊 跟着他十年啦 一直不离不弃的跟着他 那是爱情啊 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的状况 是因为从水利局一路就扶摇直上 所以当李孟业的官越深越大之后呢 就觉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就跟这个小三越来越疏远 小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断的去跟共同朋友哭诉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当时在台南的一些政界人士说 这件事情奇怪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孟业 有那个很好的女性朋友 这个才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怪了吧 怪了吧 他还台南帮 意思就是说很多参会 那个女生都有来啊 大家都知道他啊 怎么会这样 你会觉得奇怪 可能在 不是 因为他不是第一天当交通部长 对啊 他在往前的官更大 更大 他叫行政院秘书长 是 是 原路啊 那为什么 如果讲说大家都知道 对啊 没有没有 小五哥 这有时候是政坛的潜规则 你知道吗 还有些地方人士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我们都知道啊 不过他太太常回娘家啊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官员有太太 太太大家也见过 可是每一次出来应酬他带的是 另外一个人大家也见怪不怪 但是大家的确没有见过这样的床照 当然啦 这是事实啦 别闹了 所以有媒体就说 这个小三觉得自己被冷漠疏远跟被分手 所以他很难过 那他在跟共同的朋友哭诉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政坛人士是讲他 就说谁叫你勾引他 小三就更不爽了 不是我勾引他 因为小三呢 因为也有记者找到他的这个脸书 他就在上面 哇 Po了所有的相思文 就说我不想吵架 在爱情里面呢 最在乎的那个 往往是输的最多的人 一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爱情 不受到对方的重视 然后这一段感情 因为李孟宴要跟他分手 所以他很难过 但是话说到这里 因为事情爆发之后 李孟宴就神隐了 小三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唯一接受访问的是谁 小三的前夫 小三的前夫 这时候关他什么事啊 你指导真是个误会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到处去找到这个小三的名字 来找到小三的手机 就打给小三 结果一接对方就说 这只手机不是他啦 是我的谁呢 他的前夫 所以他的前夫就接受访问 还畅谈这个张小姐说 我只知道我们十年前就离婚了 那他跟那个李部长 我就不知道 不过呢 我的前妻 社交很活跃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先撇开 但是李孟宴惨了 你知道他升官当直升纪一样 一路扶摇直上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要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今天 因为小三住在永和的一个社区 那这个社区是张刚伟的一个建案 那因为之前李孟宴被拍到跟张刚伟的律师喝咖啡 这个照片大家都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喝咖啡 不是这后面有一些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连政署已经说会去了解 那再来刚刚说那个PTT 大家就好奇嘛 谁这么精准啊 可以po这些照片 这PTT使用的人呢 就吓死了 对马上去报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账号被人家盗用 是记者不要怎么样 找到他 他说什么 再看一遍 这跟我无关 我没有po啊 他说他2018 8年没用了 很久以前就没有用了 他吓死了 所以他去报警了 他要提告 然后再来当然去查IP的位置 原来是在美国 最后说一件事情 李孟宴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什么事 今天已经证实他有外遇 最显然是外遇 他有发声明说 他对家人对社会很抱歉 他其实上任交通部长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总统副总统 各部会首长都会有随护 他是唯一一个 而且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唯一一个不愿意用随护的 之前大家说 这个部长好棒棒 好清明 现在看起来有猫你 为什么不要随护 不是有点奇怪吗 OK 那因为这件事情 既然已经发生到这样了 那大家会看到那过程 可是我刚才就讲说 这个到底是谁报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诉说 到底是谁报的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连那个刚才讲到说 连说是他从他的那个 状况里面出来的人 吓得赶快跑去报警 然后说不是我 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用 那是谁 有很多人讲说 会是所谓的小三的复仇吗 或是这整件事情 还有其他更深一层的 你没有办法理解到的一些 纠葛在这里头呢 好 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 小哥 来专家判断一下 你觉得你也看过这些照片 然后你也看了整个过程 对 你觉得是从哪里报出来的 如果说我以现在所有的资料 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 从政治里面报出来的 什么意思 就这样讲好了 一般人都觉得说 就是小三的复仇 不是吗 不是哦 不是 我一样讲一件事情是 刚刚申明前 刚刚也就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说 他们在聚餐的时候 其实就会常常带他去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关系是扑朔迷离 但是没有证实 一直到撑到出来 对不对 那反过来讲是 他会结交他身边的朋友 对不对 那很有可能 他们就会跟心有处说 其实我过去 真的太多太多的案例 都是从身边很亲密的人 甚至我就跟你举个例 我过去有一个案子很扯 就是收到这个爆料 一样就是个床照 比这个床照更清楚 更大咖 重点来了 照片的来源是谁 是前妻 OK 一个女网红的老公 发现了这个女网红 即老婆 跟一个明星在一起 气了 把这个照片给了谁 给了前妻 前妻给了狗仔 就你看转了多少手 所以这个东西 是他们有一个 这照片怎么可能会 留到别人手上 我的意思是说 一般这种照片 大家都认为 就两个人有嘛 对 不是左边的 就是右边的 还有别人会有吗 其实这个东西 就只要套招就有了 我们过去要这件照片的 怎么掉 我们过去跟被受访者说 你跟他有关系 你要怎么证明 你们出去就合照拍照 我今天不是抱一个 金钟男主持人吗 一样的意思啊 就一直到床照之后 半年喔 他前面都破一些 一起出去玩 牵手 摸脸 我就说 他只要讲这个女粉丝 自己靠近就爽 就结束了 对 一直到床照 我跟你讲 什么照片都能拍 不要躺着拍 躺着拍就出事 不然躺着拍 头发就要往上聊 就是床照 因为那个非亲密关系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发生的嘛 一般谁会躺着拍 对 谁会躺着拍 实话吧 没错 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每一次 大家很多人有 所以你看每一次 像上次也是跟一个陆吉的 也是一样 他是站着啦 没有 他那个是倒卧拍 还有一个就是疫情的 你说前立委 你刚刚讲的是前立委 对 前立委 还有一个疫情英雄嘛 对不对 毕正哥 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都这样 都是因为你们拍摄的 只是错误的 对 那个引人狭想 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床照 我们就是政治运萌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过程的来源 我觉得推算数 很可能是政治操作 是因为 在短时间里面 你去想 如果这次媒体自己跟拍 媒体绝对不可能 把那个独家放在 PVC上面 这实话 当然 那媒体就自己 独家爆料就好了 对嘛 这绝不可能嘛 第二个是为什么 他是从PVC上面丢出来之后 后面后期竟然有一些 跟拍的画面 重点那跟拍的画面的手法 其实对我来讲 我一看就是真情社 OK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很有可能是有政治倾向 跟他对立的人 去搞了这件事情 后来去找了这个小三 要了这个东西 那最后呢 他们可能是要把后面一些 不可告的一些 弊案东西 或是有一种 牵连的利益上的东西 再给爆出来 要不然总会有张刚伟的事件 这件事情跟张刚伟 完全一点块钱都没有 是 是吧 但是在短时间里面 竟然你们都看到了 张刚伟跟他 他的律师跟他吃饭 一起吃饭的画面 对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画面 那表示说在这个之前 早就已经发生 有在拍摄 有在计划 OK 整件事情当你看到 当你看到 因为盛梅刚特别把 91天跟92天之间的 那个大落差 然后出来讲 慧敏请问一下 如果要是 你是 对 你是他当时讲说 对他太太 跟他们家庭关系多好的 后来看到这些 你会怎么反应 我如果我是正宫的话 分啊 干嘛跟这种 我有情感洁癖 对我没有办法跟这种人在一起 对对对 就直接分 直接分 但是分之前 分要分得漂亮 什么叫分得漂亮 该拿的都要拿 人才两师是最笨的方法 经过我们节目长期的洗礼 我相信很多观众 都是这个样子 对 最笨的就是那时候 一时情绪来了以后 结果等到不要 第二天 看完正正有词就觉得 我怎么那么笨 对 我不会跑去办这个手续 对不对 这叫分得漂亮 对 真的拿人没了 至少拿钱 对 那钱要好好算 我听过一个 一个要分手的 也是企业家 然后那个 因为房地产都在先生名下 然后他们夫妻都吵要离婚 然后先生就说 老婆就说 你 他说好 然后立刻就去电脑 打印出来 然后就给他要离 结果他老婆就写个诞书 房地产另外讨论 然后就 先生就默默把那张收回去 你看 男生也很会算吧 可是这整件事情 因为 事情一爆发以后 很多人都要讲说 这是不是小三的反击 因为 刚刚盛美讲说 可能被冷落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要被分手 或什么 是不是你不知道 可是如果照媒体有很多 但小葛刚刚讲 是不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可是小葛刚刚讲 那个大概念里面 也有小三的影子在里头 因为照片要不然怎么来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但是 惠民你看他发的文 刚盛美讲 盛美 你刚刚讲那个文有什么 什么 在爱情里面 最在乎的那个 最后往往输的最惨 你看有没有 记得多手 好不好 对 那我又发了这个 可是我现在 如果真的这整件事情 是小三也在里头 我就是做愤怒的小三的反击 我就是这些 这个情绪上 会不会落差太大 还是得不到 我就干脆与死网破 破罐子破摔 其实那个小三 你看从他的 抒情文里面看的话 其实他是不想被分手的 对 被分手 那你想十年 一个女人十年 十年光阴 从一个年轻貌美 然后到人老珠黄 十年 他一直在唱 陈一勋那首歌 对啊 然后你看 如果没有拿到钱 那这样因为官员 除非是探官嘛 不然也不会影响 也没钱给你 也没太多钱 那剩下是什么 就情感呵护 现在连情感呵护都没有了 那我图什么 对不对 我图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我都十年 最精华的十年都给你了 那我要干什么 当然还要愤怒 这是可以理解的 OK 那愤怒之后呢 因为他是陆沛 对 那因为我自己 之前在大陆工作过 所以那个 他们的确是一个 在一个很竞争强烈的环境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会很习惯 要保护自己 你自己说 如果是大陆的女人跟台湾 我们台湾自己 台湾的女孩子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会因为从小的 包括生长环境或什么 会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比较凶悍 会 因为我是常看到 有一些影片里面 大陆就当街 对 打小三的 拨衣服的 很多那些 所以他们真的是会比较凶悍 这个还不算什么 我还听到 这不算什么 对 我还听到一个在台湾 也是一个陆沛 他就离婚了 然后离婚之后 他就介入人家 然后后来太太就出来讲话 那太太因为是有宗教信仰 是很虔诚的教徒 然后太太就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不能就是 尊尊教诲跟他讲 不能这件事情 他没有这回事 他就拽着他老公 一定要逼他离婚 对 然后那时候就老公也在 犹豫要不要离婚的时候 这小三很凶悍 到他家去威胁他 然后去学校闹孩子 闹他先生 然后就逼着他 不得不离婚 OK 嘉宇 他都不怕被告 但我要先讲一段 我要先讲 当然这些 我相信还是个别 你不管说是陆沛 或者是我们台湾女孩子 碰到这种事情 我相信还是个别 自己的一些处理 不能一竿子讲说都是这样 只是大环境上 会不会造成个人的风格上 会比较强悍 可是刚慧民讲到 我就是去弄这样 弄到一丝网破 但对大老婆还讲 那你就是摆明了 叫我把你告上法院去的意思吗 我就拿你的这些东西 直接到法院去就好了 对 那为什么不担心这些 应该是说 刚刚是讲说 大陆的女生是比较强悍 那可能大陆法规 跟台湾的法规还是有差 在台湾的话 动不动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伤害的问题 对啊 大陆不用伤害 没有伤害 也是有啊 因为其实大陆法系 其实不会差太多 只是我觉得大家 其实还是会考虑这个 还是会考虑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我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强悍的小三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本身有过一个案子 就是小三呢 他就被牺牲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老婆可能发生 发现就是老公跟小三外遇 那因为你知道老婆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离婚 他是要这个婚姻关系的 所以在侵害配偶权 这个部分 他其实通常是告小三的 那因为小三 他就会觉得说 他是被牺牲的那一个 所以他就不服气 所以他接下来就开始 他的复仇记 他开始发传单 那发那个传单 就印好传单 然后呢 不是传单 是传单 对传单 然后呢 先到这个原配的公司去 因为小三当时候怀孕了 然后呢 因为他当时候 他其实也没有把小孩拿掉 就是还在他的肚子里面 但是呢 因为呢 夫妻两个人都是有社心地位的人 所以那时候镇公就是希望他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就跑到老婆的公司发了传单 然后在上面就写说呢 就直接把他跟老公的亲密照 迫在上面 然后呢 旁边就写说 他被这个镇公逼着要把这个肚子里面的小孩拿掉 什么谋财害命 大概诸如此类的言语 对 然后呢 再到老公的公司去发传单 那这个传单上面呢 当然就是他们的私密照 然后甚至把他的这个 这个隐私部位的这个特征 就是也写在上面 那当然这个老公后来 因为有社心地位嘛 那怕把这个事情闹大 那只能不断的换公司 可是小三完全不罢休 他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对 那这个案子到后来的结论是 老公他就不工作了 反正他有钱嘛 对他就回去老家 因为他老家可能有一个房子 他就想说 那他就回去租房子靠租金 没有 小三不放过他 继续去骚扰租客 他怎么骚扰 他就把那个 不是 他也真的没办法工作 因为他换一个地方工作 就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特征 对 这也不是个办法 对 就是他后来就去找租客嘛 那反正我觉得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蝶 他的目的大概就是 可是他老公或是他那个镇公 都没有告那个小三吗 镇公其实那时候要告的是小三 然后小三其实他也不怕告 其实他就会觉得 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要颜面了 无所谓 他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破罐子破摔嘛 反正就是要的话 就是大家一起同归于心的这种概念 那家里可不可以问一下 当然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纯然假设 而且是制作单位的假设 如果你是碰到刚才我们讲说 那个前教终部长 那个你是镇公 然后碰到像这样一些情形 或是你 是刚才你那个案例里面的那个镇公 你会怎么样对这个小三 我最近刚好在追剧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有一部戏呢 就是韩剧也大概也是在做离婚律师 因为我们自己是家事律师 我觉得离婚律师做得非常好 我看来非常心有戚戚焉 当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大家按兵不动 先收证 你知道他成得住气 他也知道他老公 其实跟他的秘书 或是跟小三 其实是有外遇的 可他就收完了所有的证据之后 他才对他们两个提告 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有讲到说 就是不要人才两时 这件事情我非常的认同 你要先把筹码抓在自己的身上 跟他谈钱 跟他谈钱 不要轻易的结束这关系 很多女生 我那边的案子也是 很多女生来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 他可能一时的情绪反应 他就先分手了 先离婚了 可是大家要知道 当你结束了这个关系之后 你的筹码就少了 对 到时候还是一句话 就是该拿到的钱 还是要拿回来 其实这个问题 我都没有打算要问盛美 因为我都知道他的答案 怎么可能 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的答案一定是钱 把钱拿到手再说 不是要钱要优雅 OK 怎么优雅 如果我是李部长的另外一半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就看到了这个照片 很简单 也很优雅 老公 如果你要我保持沉默 一千万 如果你要我帮你开个记者会 两千万 因为开了记者会 我身心灵会受创 所以这个价钱要比较高 然后如果就要这样一拍两散 三千万 我这合理吧 合理 所以孙美姐不舒服的地方 是刚刚有讲这照片 对女孩子不好看 对 不好看 你就如果漂亮的话 你就会觉得 我哪里 你会自我检讨 我哪里输给 就是 就是这个小杉 我个人觉得 有讨论的空间 不是 没有啦 你看不出他 我不好看 因为他打马赛克了 OK 你没有仔细看 你没有仔细看 我已经帮你圆到这样了 你到底还要怎么样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对 有很多小杉 当你说 刚才讲到说 如果我钱也没有 我感情也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那到最后怎么办呢 会不会真的 真的难道就 变变结束掉 还是真的开始大反击 而那整个反击 是当初这位男性 不管任何一个男人 你当初预料得到吗 你承受得了吗 所有这一切 小葛 因为你刚才前面 大概提过 你也觉得 这些不一定 就是小杉来的 或是有很多 其他一些原因 那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你看过 太多的这些例子 你讲一个就觉得 对 小杉那种得不到 破罐子破摔 摔到最后 让你身败名裂的 对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有流行一句话 刚刚盛美讲说 爱情怎么样 最在乎爱情的人 就输了最多了 对 这句话不能这样讲 那要怎样讲 在感情当中 不被爱的那个 才是小杉 是吧 是 是 因为我以心理上面 来讲话是这样子 但是法则上面不是这样 我明白 所以大家明白吗 过去有一个很大的案子 就是陶哲 陶哲那时候怎么垮台的 因为他碰上了 史上最强小杉 到现在还是名利第一名 真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早期 从来没一个小杉 敢接受媒体 直接自己拿了麦克风 在镜头面前 接讲他们过去 重点来 当时这个小杉是知情的 就是陶哲准备在 2014年的时候结婚 那在2014年前的时候结婚了 2015年的时候才爆发这件事情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杉叫做杨子晴 他当时23岁 23岁的时候 他亲来出来讲话的时候就讲说 其实他跟陶哲在一起是六年了 到底谁才是小杉 因为当时他跟Penny 就是他现在的老婆 只交往了两年就结婚 那一个交往了六年跟两年 到底谁才是小杉 所以他会觉得五杀杀 这大家都不了解嘛 所以他当时在被人家指控说 他是小杉的时候 他气得直接站出来说 我不是小杉 我总会是小杉 而且陶哲是陶哲来约我的 所以当时陶哲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受不了了 他直接就把过去他们的微信的对话记录 他非常认真哦 做了十几页的PPT 厉不厉害 就从头到尾我真的没有看过 艺人自己做PPT 他就开记者会去解释 这个东西是他约我的 他找我的都是他主动的 对不对 为什么会被封回十当小三 因为这个十当PPT 完全对他无伤大雅 他就要讲出一句话说 有一张画面 是他告诉我说 你喜不喜欢跟老公爱爱 这句话是陶哲转给杨子晴的 就这句话陶哲就气得跟他讲说 我已经请好律师了 我要告你 做贼喊做好贼你知道吗 陶哲就有这样 那他要告什么呢 因为这个如果真的是陶哲问他的 但是陶哲就是否认那个东西 否认了那个对话 一直到有画面出来 画面怎么出来呢 什么画面 就是当时他也跟他讲 如果说你要请律师 没关系我也有钱 我自己也请得起 对不对 之后 为什么这东西会闹得这么的难看 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2014年他结婚嘛 2015年他结婚之后 陶哲竟然要去北京 干嘛呢 要去北京有工作 待了他的未婚妻 他竟然跟杨子晴讲什么 讲说这一次 他说宝贝 这一次我会跟我的卫生妻 一起到某家饭店 他说你的卫生妻一起来 你还找我 他说我会在旁边另开一间房间 这表示他已经坐超了婚内出轨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个梁家宇律师 请问一下 要不要评分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互告 对 因为刚才讲 因为我就讲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对话 甚或后面那一段 尤其讲到北京那一段 那要怎么告 对 我先讲 就是如果那个 我觉得陶哲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如果是他们非公开的一个对话 如果女生没有经过同意 他把他公开了 那可能会有一个防害秘密的问题 那再来这个对话 到底是不是他们的 会不会构成诽谤 那也有可能会有刑法上诽谤的问题 我觉得陶哲可能是讲这个 但是实务上呢 我觉得当律师都是这样 通常一个当事人 他的案件 可能一刚开始只是单纯的加持案件 可是后来你就会像树枝状一样 就是一直不断的掩饰 会有刑事 会有家暴 会有民事 所以到时候就会变成你告我 我告他 然后一个案件会变成20个案件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是两败俱伤 那也要恭喜律师同道 我不敢讲这个 可是嘉宇刚才你既然讲到这一段 所以我们回头看刚才那个 前交通部长那一段 被po出来这些 所以是可以想象 为什么那个人家讲说 是从他的账号出来的那个人 要赶快跑去报警 因为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就把人家这些资料公布出来 还是有一些责任 就是我们姑且不论说 他这个账号到底是不是被盗 因为刚刚还有讲到说 这个他的IP的位置 是在美国 这个其实是要去证明的 但是如果假设 今天是这个账号出去的话 那确实会有一个就是散布 猥胁物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会有诽谤罪的问题 那我刚刚讲那个 如果这个东西是小三 他没有经过这个男生的情况下 未经同意他去拍摄 会有妨害秘密的问题 但是要讲的是 如果你们当下 我觉得看这个照片 感觉比较像是有经过同意拍摄 就是当下 因为两个眼睛都睁开的 我看一下 应该是睁开的 男生有看镜头 对 但是如果是事后反悔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不会有所谓的妨害秘密 OK 因为刚才小九讲到 有很多都是中间透过 包括别人 然后爆出来 甚至自己要把这个爆出来 所以我就讲说 那所有人如果你要再发生 像这样一些混乱情 可能要想清楚 后续是你扛得了吗 或是你预料得了像这样 顺美 有很多又在延远 你跑这么久 有很多真的是自己 把所有的东西弄出来吗 于是往后 无所谓 其实狗仔做酒 我们就有一个心得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然后我们特别喜欢做名人婚外情 因为落差很大 大家会觉得 哇 你平常形象不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 当时我们去做了一个女艺人 女艺人她是一个富商的小三 然后那天是拍到 这个富商大概中午左右 因为她金屋长焦 就跟这个所有故事一样 一定有一栋房子给小三住 我们就拍到 她进了这个小三的家 然后进去之后 大概停留三个多小时 其实她平常有的时候 也会在这边过夜 主要是大概接近黄昏的时候 那个富商 她就开着她的名车 就从那栋建筑就出来 然后前面我们可以去想象 他们在里面应该蛮甜蜜 可是这富商为什么急急着 要离开那个房子 是因为她去赶去一个餐厅 然后接下来我们拍到的画面 哇 可温馨了 因为在座有妈妈 爸爸 老婆 小孩 她是要去家庭聚会 然后她可是个孝子 所以她在那里面 就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女儿就前面 她还跟那个小三睡一起 但后面这个女儿就扑上去 爸爸 哇 这画面多有趣 类似这样 我们喜欢拍 当然我知道你们喜欢看 可是有的时候 就像小五哥说 有一些料会失准 为什么失准呢 当时我们也有个料 小五哥当时也知道 就是有一个男艺人 他本来就画名在外 而且他结婚很多年 我们有一个料是说 他有小三 好啊 他这个大哥 大哥 当然就要拍啊 真的喔 你不要在旁边那个 很大喔 你听啊 你知道吗 如果他讲出来告他 然后他讲出来告他 他有个男艺人 他本来就画名在外 他本来就画名在外 而且他结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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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料是说 他有小三 好啊 他这个大哥耶 大哥耶 当然就要拍啊 很大喔 讲到 真的喔 你不要在旁边那个 我看大好喔 外天啊 你知道吗 如果他讲出来告他 然后当时我们就很兴奋 也就想办法去跟 因为他们家 我们大概都知道 可是有个问题是 有一段时间就看不到这个大哥 因为有时候大哥跑来跑去嘛 活动很多 大哥的老婆也很有名 但是大哥的老婆非常乖 形象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一直抓不到大哥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有一次跟你也有关 大哥的老婆去上节目 就是去小五哥那个节目 对 今晚谁当家 然后你知道很多料 都从你那个节目开始 你那个节目要办离婚 要办吵架 要办打官司 不要这样 那个节目 有一张红衣 红沙发 是不要随便乱坐的 有魔罩就对 坐上去以后 非死即伤 然后我们会看 今天谁坐那个红椅子 就站在外面等 好不好 就直接跟了 然后是真的 就是就是 因为录影是最好跟艺人 因为录影的时间比较稳 就是他什么时间会录完 跟主持人也是嘛 所以我们那次就跟了那个 那个男星的太太 Bingo 这次有拍到 拍到什么呢 是他走出来有人接了他 我们就想说 会不会是这个男艺人来接他 Bingo的意思是 来接他的 不是那个男艺人 是他男朋友 而且我们更惊讶说他怎么 我们要拍的是 这个男艺人外遇 怎么拍拍拍拍拍 拍到他老婆外遇 他老婆爬墙了 吓死我了 我记得当时他们跟我回报的时候 我就说你们要确认一下 要确认一下 是助理吗 他说不是 他们已经就是 有一些亲密动作 好 反正这个案子当年是 风风火火很厉害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想谁 我觉得 你那个 盛美姐少了一个关键东西 什么 太关键了 少了什么 其实因为盛美姐不在外面跑 那我们是在外面跑 对 那我们在查证东西的时候 一定会想说 这东西要怎么查证 要怎么抓它 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在哪里 我在教大家 各位男艺人 不要买车给老婆 买车给老婆 就不要自己开 他两夫妻用同一台车子 所以就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车出来 我们就跟 我哪知道里面是谁啊 要先派再说 结果 是女方 不是那个 女方跳了 不是男生跳了 对 就蛮意外的 我大概猜出来 你花了满久功夫 在找 可是这整件事情 惠美 我们再回到刚才讲 有没有人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特别容易 于死网破 就是我到最后 如果得不到我要的话 没关系 那我就 那反正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好啊 那大家都这个样 看得出来什么样的人吗 内心脆弱的人 内心脆弱的人 对啊 因为他内心脆弱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他被拒绝 被说不好的自己 内心脆弱 他平常相处上 他会有什么具体一些的反应 因为我在帮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问 对 你如果碰到什么样的人 你千万不要招惹 其实内心脆弱的人 很多都会有控制欲 所以控制欲的人 反而是他的内心脆弱 他为什么要控制呢 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啊 他怕突发状况 他没办法处理啊 OK 所以他要把他控制到 他所谓的安全范围里面啊 所以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控制欲太强的话 你就要小心 我怎么用另外一半 所以你要在外面 你婚外如果要碰到的人 是这种特质的话 你就要特别小心 那个又另外一半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角色不同嘛 如果是伴侣的话 然后他他控制欲强 那就可以看得出 他内心是很脆弱的 OK 那这时候你就多认同他 多同理他 那如果是小三 如果是小三的话 那又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 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好 然后他就像要逆死的人 他必须攀住一个伏幕 伏幕什么来都无所谓 就是能够让我攀住 那这个攀住可能是情 可能是钱 所以不管哪一个来 我攀住一个就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 又有一个功能性 对 这是第二部分的小三 然后功能性 他只要你这个功能 满足我就好 对 那像我之前就知道有一个案例就是 一个小三 然后他是 他已婚 那是公司的总务 然后他就跟他 他也已婚 对他已婚 那他跟他先生感情 据说很淡 那他就跟他们公司已婚的总经理 初双入对 那全公司人都知道 然后大家也没讲话 那甚至呢 这个小三 他就久了 然后他就跟那个总经理讲说 我周末要到你家去 然后呢他就真的到他家去了 到他家去之后呢 他就跟那个原配 那原配他总经理说 那个我公司同事 他对我帮助很大 你要好好招待他 他就非常大方的享受他的招待 此外 他还刻意去买很好的礼物 送给他的小孩 去讨好他 然后跟小孩陪玩 他有点那种竞争的意味 竞争给这男人看说 他厉害我厉害 搞得谁搞得定你家 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可以情人打活到这种地步 还没还没 故事不是这样 还没结束 还不够还不够 然后因为他们公司是大公司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社团 那他们有个运动社团 然后这运动社团 董事长也参加了 因为健身嘛 对不对 企业家身体要顾好 然后他就去也参加 然后参加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一定要化妆 噴香水 然后穿紧身低胸的衣服 那你知道吗 企业家不可能 像一般平凡百姓 我求聚背来背去 他一定会租个柜子 Locker之类的 然后这个小三 就会借过说 我手扭到了 我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借放在你的Locker里面 那企业家说 好啊 然后他就会去借 那一定要企业家去开 对不对 他开的时候 他就会用胸部 不小心去碰他的肩膀 对 或者故意就横过他的胸旁 去拿东西 然后这样久而久之呢 他们就从球友变成床伴 反正都是一曲运动 没怎么办 对 对 但是呢 他让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呢 你以为他只有这两个男人 还有啊 当然还有了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功能性 他还有别的男朋友 然后这也是我从他的朋友那边去听来的 那他有很多的男朋友 所以他七夕的时候很忙 因为他要切割成很多段 跟不同人约会 那那我说这么多人他不会很忙吗 他说当然很忙啊 我说那他可以受得了吗 他说当然可以 他说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功能不同啊 他一号是赔完 二号是赔税 三号是给钱 四号是怎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功能 那我说他老公呢 他说老公当外面搞不定的时候 他就是很好的护身符 真的是跌破我的三观 我说他可以到这种程度 对 但是阴沟里还是会翻船 他很厉害 周友在很多男生里面 所以这些男生每一个都觉得说 他赚到了一个红粉知己 可是他根本在小三的算盘里面 他就只是一个功能性而已 一个功能键按下去 赔完 好 来 OK 为什么一开始我会讲说 今天这是警示行语 因为你就是你想象不到 有很多小三有心机的或什么 但是盛获 盛美 最惨的是心狠手辣 盛获夺命 台湾过去是不是发生过一个案子 我小小提一下 这个小三 因为就是要他的情夫 去把他的太太跟女儿全杀光 直播的那一段 对 然后他去杀的时候同时直播 对 而且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案子 我非常不爽 是因为呢 这个小三最后还转成污点证人 所以小三 没什么事 关了几年 难了 当然就是整个家是回 你很难想象说 怎么会有人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 最后你还几年 然后就没事了 但是最近 因为这个案子是小三一直怂恿着 对 叫他情夫 叫他情夫说你要去下手 对 他说你就去把他杀 而且那个年代就是那个 这个情夫去杀的时候还直播 手机打开 让小三知道他是怎么杀他们的 而且最后警方查说 他还跟警方投诉 你觉得这有天理吗 那最近重庆发生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个小三呢 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之后知道 他有家有小孩 人家就已经跟讲有家有小孩 他就不爽了 他就觉得凭什么 我干嘛要当小三 于是他就跟这个男人讲说 你想跟我在一起 你就回去把婚给离了 小三不都是这样吗 套路是一样的 这个男人呢 他有老婆有两个小孩 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 女儿才两岁 儿子才一岁 所以都很小 那男人在爱了之后呢 真的就昏了头 他就回去要离婚 离婚之后 那是我已经离了嘛 那我就跟小三结婚嘛 小三还不依不饶 因为他说 你凭什么 还要花钱养他的小孩 凭什么 果然这些小孩 就不要你养了 拜托这个小孩 也是这男人 可是小三不是这样想啊 他觉得说 你就要离开我的世界 要不然我就不跟你结婚 因为小三会去情勒这男人 说你想跟我结婚 那第一 这两个小孩把它处理掉 你知道处理掉的意思吗 我们会以为处理掉 就是把它还给前妻嘛 因为他们的离婚协议是 前妻带女儿 他负责带儿子 因为这个男人的妈妈 会觉得孙子总是要留在身边 可是小三意思说 就算你把孩子都归前妻养 但你还是要给他钱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不能活 你看跟那个一模一样 然后大家会觉得 这个男人真的会这样做吗 他真的这样做了 他们家住在15楼 然后他趁有一天呢 是他的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给他妈妈带嘛 他就趁妈妈出去买菜 然后他们住15楼 他就把那个窗户推开 把孩子砰丢下去 他就趁妈妈出去买菜 然后他们住15楼 他就把那个窗户推开 把孩子砰丢下去 然后报警说 孩子是睡醒 没有看到爸爸爬上窗户 自己掉下去的 15楼没有活口 当场死亡 你觉得警方就会相信吗 太奇怪了 一个孩子下去 另外一个孩子也下去 怎么可能去验尸 到最后就发现 根本是被丢下去的 所以最后这个案子查出来 这两个人在大陆都判死刑 对可以先狠手辣到这种地步 太过分了 可是那个前提 好 嘉宇 所以那因为如果这样 刚才那个案例 那个小三教唆 对 其实在台湾 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结论 因为这个其实叫教唆杀人 教唆杀人 教唆杀人 那教唆杀人的话 在台湾的法律 他是一个教唆犯 那基于这个共犯 重属性的原则 也就是说 有这个正犯犯了这个罪 然后也确实成立了 那你共犯了 因为你教唆他 所以你相对你跟正犯的 这个刑 应该说犯的罪是一样的 但行度上一定会 有一点点的差异 因为毕竟是教唆 那教唆犯还有两个要件 就是说你主观上 你一定就是要教唆被教唆人 他去实行这个犯罪行为 而且你主观上 你也觉得说 你故意要让他 完成这个犯罪行为 这样才会成立 所以在台湾的话 会是一样的结果 OK 那慧敏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说 对 如果碰到 碰到这么心狠手辣一些小三 假设啦 你说尤其对正公来讲 其实正公碰到很多 像这样一些事情 你觉得他在心态上 要怎么去调试这些 还有那种孩子 都已经觉得说 我也觉得那个阿姨很好 你不要让阿姨揍 然后你碰到一个男人 已经是这样 你还有碰到一家子 如果都是这样 那对正公来讲 他心情要怎么调试这些 心碎是一定的啦 那可是在心碎之外呢 为什么会心碎 他一定觉得自己不值得 那回到来 值得的感觉 是要从哪里获得 很多人如果大家 没有刻意去研究 或去发现的话 你自己去看看 我们的自己值不值得 都是来自外在的肯定 小时候来自父母师长 长大之后来自于工作 或者来自于老板 对 然后结婚之后 来自于家人的肯定 然后这些都肯定 你就觉得我做得很好 但是有谁能够保证 给你一辈子的正向肯定 当不行的时候 当然有是最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 真的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 到底要从哪里来 例如说 好 就像我 我在婚姻里面 我有情感洁癖 那这件事情 那我的价值观是觉得说 我要守住为人欺的道德 那这对我来讲 到现在我还是不会破的 那我觉得我守住这个 我很好 对 那这就是我自己 看我自己的价值 我不在乎说 我前夫因为小三就离婚或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情 因为我也没办法去管控他 但是我可以管的是我自己 我怎么看待我自己 好 那每个人都会去调试 像这样一些情绪 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讲 今天的警示情语 就会告诉很多 现在可能在面临到 婚姻上 或小三这些人 那你真的能够承受得起 你不知道 刚才来宾所说的 有这么多 不管是有心机的 或是手段上 或各方面 嘉宇刚刚中间过程 大概要提醒大家 讲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总是要先搜证 或是有这些 你最后还有没有什么 要提醒大家的 有 我要提醒大家 是时效的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通街 已经除罪化 一定就是民事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 大家一定要记得时效 当你知道有外遇 这件事情就是侵权的开始 两年之内 如果你没有提起这个诉讼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消灭时效的问题 那如果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管你知不知道他有外遇 只要这件事情 发生超过十年 那也会有消灭时效的问题 所以要提醒大家 注意时效的问题 在很多的时候 其实法律能够帮助的 说实话都已经到了 后段的一些东西 那前面 刚刚慧敏也提到 其实前面那一段 是在婚姻过程 经营的时候到底怎么样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从前面一开始 你看到前交通部长 这个案例 然后一路往下走 如果你真的 现在面临到这些话 你到底该怎么做 你恐怕心里 要自己涂涮一下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朋友收看 真正的事 我们下集见 拜拜